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厂长本人说的 他当时原话是怎么说的 竞技游戏那种感觉 是吧 今天练习了100遍刷F4刷得我满头是汗 就体现说因为说实话 我们言归正常来讲 汗水是一个代表运动员 或者说代表体育运动最直观的一个东西 多流汗 少流流汗 对 但是厂长这个 就是他自己觉得水太多了 就不像出汗了 就像洗了个头 洗头也挺好的 刚才打了一下远程兵 这样推进去 感觉 Snake战队的下路 这波回家可能要导致自己的蓝也很难争了 这波盲森踢到看到视野了 过来 但是因为对方下路是双二 下路就算折过来也是双一级 这个差距很大 盲森他不能Q战Q了 如果能逞高的话 他们走过来 感觉他们是想把蓝吃进去 这波城市被人马撑到了 又是被长长抢的蓝马 哎呀 溢过来 而且这马是上来城后看一下 这边人马是没有死的 泰克这里拼着命的伤害 但是伤害不太够 加了7刀的一脚 但是没有7刀 这边血最少的人 哇 开机雪崩 爆炸 下路拿到了 戴夫特拿到了一个人头 还要再追一下 泰克吗 闪现过来一下 他想闪现一下A死扫粉 没A死 扫粉刚才好像是加了个盾在这边 给自己一个W 应该是给了自己一个W 一个一下 又几个盾 下面还有一个 但是打牌越来越来了 漂亮 由于取量配合得很好 Mako这里被对面细耍了 啊 Mako想多了 这波Mako想多了 这里Mako被对面给细耍了 对 这波Mako自己想多了 不过还好就是 这一波suffin的极限操作 也是帮Snake把前妻这个烈士 给扳回来的一点 要不然太亏了 不 已经很亏了 这下路现在 这不是下路的头吧 补刀是0比8 而且中路刚才这一波上线也比较慢 还是没事的 卖得很凶 想勾引 这边中度炭克也是被人马推了一下 炭克这里看来是必死 应该是走了 红眼黏住了 最后一刀 踢到了 但是 蝦子自己的血量被打得下半 对 Divt好凶啊 这边Divt没蓝了 这波有点机会 这波是不是要上了 感觉SOFT要硬出了 最后被我硬上了 硬上但是打不打得过都是问题 先Trys了一个 我纳美帮忙打了个Q 两个 这个应该是没了 这里还好是让蝦子完成了最后的收割 但是2和2也不撞 这个下路怎么办啊 2和2不撞转 就是这波而且是蝦子拿的头 这波蝦子要赶紧把线推过去 Snake这个下路怎么办 刚才有一个很微妙的细节是 蝦子过来之后 Niko是帮Divt挡了一击致命的Q 让Divt有充足的血量跟时间 去换掉对方的AD 不过这一波的话 应该来讲Snake 蝦子这边是发育的特别的好 其实也还好 就接下来蝦子 进去下路蹲的话 其实那两个人也比较难受 都没展现嘛 有能尽可能的依靠这个滑踩去捕捕刀了 现在这个位置是难受 蝦子又来了 踢到Mako Mako这波被踢到 给虚弱回身被舔到 终于是杀到Mako Snake的选择非常正确 现在Snake的选择就是狂抓你蝦子 你下路优势这么大 我就不停地抓你 而且一会卡牌到6 还可以再来一波 但现在卡牌中度也被压得有点惨 29刀对49刀 他单纯论对线打延续是没得打的 延续的消耗能力太强了 还好 Snake这边选择放弃自己家的时间去对面加刷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且上路这波杀船长也是有机会的 一箭 好险 Martin这里感觉很慌 但是没有人救他两个 没有人完全没人能救他 别把上来一脚 Snake的话当然也是如法防止杀掉的上路 就是他准备太低了 吹掉了 一箭射过来射到Snake身上 条件意不大 哪儿跳过来 不能第一时间变大 哎呀这个伤了 圣强哥这波露气没控制好呀 他跳过去可能是想如来神党拍的 但是没拍好 炎兔跳过来射箭哥 但是拍了三个人 一个达妹 胡了三个 卡牌的Q技能也是打出了一个巨大的AOE伤害 卡牌下一招红牌 紧接再补伤害 待补的技能非常惨 再传上一个大招 人马大招也大了技能 三个人全被A死要 哎等一下 还没有死 节奏这里还有自觉 卡牌继续封证一下 有没有机会 人马的A技能应该已经没有了 万一被卡牌封证死就很尴尬了 这一波是双方都打出了很精彩的水平 翻身照 哎 在上一波的输出当中 圣枪哥打了一千九 然后中端卡牌打了一千四 中端卡牌打了一千四 哎 扫分这边W2被吃 被控了一下 这怎么办 只能吐走 强行救一下扫分 扫分能不能逃掉 一脚大招踢回去 但是好像不太好 只能二段Q2硬连了 他想换掉丁面纳本也没成功 对 小秒纳美 走不掉了 刚才那个位置 因为已经被纳美的巨浪减速到了 踢到Mako 上来摸眼想踢 踢出一个闪现 自己闪现走来一套 再踢过来 漂亮 这一套 扫分这一次踢得很漂亮 但自己也被击杀了 但传统下来 这波炎却大招封不落 封得很漂亮 两个人卡在这里 卡牌是被吃几几条闪现走了 蛤蟆这里是吃了牌 还真是可以吃了 是可以载 吃队友可以载 对吃队友是可以载 好 但这边炎却伤害太高了 这个地方新鲜的绝食场啊 没有被开采雾的土地 闪现过来 好险差点没Q2能留住 闪现但节奏被爱琴连住了 而且场场在后面虎视眈眈的 这个汤姆眼看就走不掉了 马屁给了一个虚弱 还想富与顽抗一下 他们一毫了 减速一脚 龙 拿掉 一开始一枪两枪 后面有CP 但颜却这个 大招放在这个位置 没得跑了呀 瑞蟾哥跳起来 空中跳了一下 又是没 清楚 被爱琴连大招 大招是没有找到好角度 回身就一直在被控 感觉踩在这边过来 突然间爆炸了 哎呀 最后一个炎哭往回跳死了 团长这边大招是给到了进的减速 进也是没准备好一脚踹死 这招的争夺实在是有点太不冷静了 感觉一滴地现在离他们的最后的胜利 只有一步之遥了 又是看到了下路这个瞎子过去抓猫子了 直接开龙了 我已经被引爆了 这一个大招 地脚Q是被躲开了 但是没事 这里还是有小暗示弄的 卡牌 哎 这地脚正好把他踹飞了一个卡牌的Q的范围 这 还好 还有个男排 但龙没了呀 在这边大龙没 过了很长时间龙没了 魔眼过来又抓猫子 到这边回身二连筒 Q一下往冰队里钻 失局阵 想杀 反换一个 这波甚至都没有交大招 感觉他们一直是在两个人抓船长 但是抓着抓着也没转到哪里去 开车过来给虚弱 这个滑踩没拎到 而且上路的防御塔已经在被推进了 帝博斯一分带 这波斯卡牌过来 感觉斯卡牌怎么好像特别精打呀 加打快一套虽然没怎么掉只要还好还满 哇 这个节奏也是为了保护糟糕拼进全力闪现一口 我觉得这个确实太极限了 一秒吧 就再多给他半秒 再加一下就死了 因为现在传统那大招频率很快嘛 对 就一下就一下 因为一下子出雷停了 加一下出雷停直接打死了 哇 蚀蚀直接封后面 蚀蚀直接封后面 强行过来踩他 但是没办法手里面的把底下 但是这波纳尔有度 纳尔进来闪间大闪不过 蚀蚀就歪了呀 加的攻击来之后 击杀了对面的辅助 但是只杀了一个辅助 感觉伤害就是不太够 把dift给杀了呀 Tank绕后把dift给杀了 但是Tank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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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这边跑了一下 一个孔子决炸死了 而且 长长那边 简直省见 杀翼一决 回推 一脚推后来 再一个普攻 跳了 哇 尝尝这个刚才露出了 小样还想跑 露出了迷智微笑 人马这里又是一脚 踩掉了这个防御坦 上过团战输出 看到Mouse的船长 打到了4115的差汗 对 差点多了两个 哎 到这边在蹲死亡之女 没打到 这边 静好像想要先打死这个Mouse 没打到 虾雕强 啊 还是人马踏到了 哇 两次 今天的场长没有失误 是的 船长追着这个寒蚀 一针乱凑 吃了一口 但是在肚子里面 好像是被船长的被动烫腐 是的 今天场长的表现就像他的宣传片一样 铝头发那个无懈可击 确实两 两场比赛 无论是对龙的惩戒 还是前期打野节奏的再动吧 尝尝这场赢了是不是应该纪念一下 留一个马尾变 也不愧是我们一直称之为这个Soulson闯关路上关底的Boss 关底Boss确实感觉这个赛季没打掉 下个赛季再挑战 也不一定下个赛季 因为Soulson有可能季后赛还要再去打这个关底 对对对 就是这第一次挑战被关底Boss给打回来了 对吧 看看能不能在历典之后救了 这波还要打 大了回来但是没有贴墙 回身 人马被吸走 Soulson踢过去 人马有点瘦啊 Soulson这边减速直接回身一推 人马就打进去 人马就一个小子 但是戴夫的剑又空了 没关系 今天还是急杀掉队友的四个人 啊 还是吹呼拉朽 卡白这边大招 今天戴夫的事的倒不是特别的 卡白回来要送一个了 这个精神打断自己大招 啊 没有没有 精神打断 是的 精神打断自己大招 闪现过去 哎 没跳出来 严肃微跳出来 10万给到水泉里 技能往这里面断拳 全泉里瑟瑟发抖 怎么能大招是吗 走到全水的尽头 有没有人继续帮我扛一下 哎呀 跳出来 好 激进阶段了 我们恭喜DG 全胜战季结束自己的夏季赛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